在阴道里的时间可能是5到7分钟 那如果说希望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 我们就会有几个方式 人工阴晶它其实是有分一件事跟三件事 它其实还是会有高潮的感觉 就是女性的高潮中心 它是很靠近叙事的中心 就是说它是一个网状的系统 就是不只是单纯的那个性刺激 或是这个性对象 就能够完全地达到这所有的满足点 我们最近好心刚买了那个低能量振波 其实也治疗了几位病人 就是说有进步就回去跟太太试试看 然后她就会回报说 她真的这次可以六七年没做现在可以 那我们也会觉得很高兴 其实我们泌尿科的那种学理上来说 早泻就是如果在阴道里面的时间 不超过一分钟就算是早泻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有更长的时间 比如说平均来说 台湾人每次做爱 那他在阴道里的时间可能是五到七分钟 那如果说希望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 我们就会有几个方式 一个是可以在做之前可以先自己自慰一次 那就会让阴晶的敏感度减少 或者是说快要射精的时候可以握住 或者说先抽出来休息一下 这种是一种物理上的治疗 但现在来说其实也有药物可以吃 就像我们促进薄熙的药一样在一小时之前吃 或是说也有一些麻醉效果的喷气 可以直接喷洒在整个阴晶上 那喷完以后可以戴个保险套保护起来 也是有增长时间的效果 它其实是有生理上的原因 那也可能有一些神经上的原因 因为有一些人他龟头啊 或是整个阴晶的神经分布就是比较敏感 所以目前来说也有一些实验性的疗法 像是可以在龟头打玻尿酸 让神经跟皮肤距离比较远 相对也不会那么敏感 或者是说做一些神经的烧灼术 目前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治疗方式 对很难射精跟射不出来 它其实比较容易发生在比较年长的人 那有几个可能性 比如说有糖尿的人 因为神经比较不敏感 那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问题 有一个方式有可能可以缓解 我们就是减少性刺激的次数 比如说我们可能一次性行为 跟一次性行为间隔长一点 那也许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男性性功能的话 大概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荷尔蒙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有男性更年期 那这个可以借由抽血检查 然后看指数来治疗 那第二类的问题就是勃起功能障碍 那有牵涉到几个项目 就是说第一个是我能不能够有足够的硬度 进到阴道 第二个是我的维持硬度的时间够不够 会不会中途的软掉 那勃起功能障碍就是有三线的治疗 那第一线的治疗是吃口服药 或者说多做运动 那第二线的治疗可以靠打针 或者说做振波 那第三线的治疗则是可以放置人工阴晶等等的 那第三类的这种性功能的问题 就是像早泻 早泻的话可以用行为上的治疗 就刚刚说动作暂停或者是说握住 那或者是也可以吃药或是喷喷剂来缓解这个敏感的状况 人工阴晶它其实是有分一件事跟三件事 那一件事的话就是一个一体成型 那有两个柱状体可以放在海面梯里面 那当我平常的时候就是把它折着收起来 需要的时候把它立起来 那三件事的它就是会比较符合我们生理的状况 它会有一个水槽在持骨 就是在腹腔里 那会有一个按钮在音囊中 然后会有两个小水球在海绵梯里面 所以当我要做的时候 我可能就按一下音囊的按钮 那这时候就会有勃起的现象 水就会跑到海绵梯里面 出现一个勃起的动作 那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再按一下 让水销回去 然后其实还是会有高潮的感觉 女生的性功能障碍 其实有分成几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就是我们说唤醒的困难 唤醒的困难就是说 是不是不容易产生性欲 那这个原因有很多 可能压力啊荷尔蒙年纪都会有所影响 那第二类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说性交的时候 是不是有疼痛的状况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有阴道进卵的问题 就是说只要有外界的物体进到阴道 那阴道就会不自觉的闭锁 就是有些人他先天 如果说有一些外面的东西进到阴道来 他的阴道就会很严重的肌肉收缩 那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些药物的治疗 比如说可以打一些肉毒感菌素 或是吃药让他肌肉能够放松 那再来还就是有高潮的问题 但其实女性的高潮它是相对比较复杂 因为男性的高潮可能在刺激到达一个高原期的时候 也累积到一个足够的刺激量 就可以达到高潮一次的高潮 但是女生就说他可能会有一个高原期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高潮 或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多次的高潮 或是他是有一次的高潮 就是不同的女性朋友 其实他会有一个不同的表现 那再来就是女性的高潮中心 它是很靠近叙事的中心 就是说它是一个网状的系统 会受到他过往经验的影响 还有他现在对生活是不是满足 对伴侣有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就是不只是单纯的那个性刺激 或是这个性对象 就能够完全地达到这所有的满足点 所以跟他过去的经验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就需要比较多的沟通跟相处 才容易有一个好的女性的高潮 但是也不是说 所有的女生的性问题都是心理问题 还是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有一些 就是不容易有欲望的问题 还是可以用药物或是荷尔蒙的调整 来改善这个问题 那假如说是分泌的问题 或者是疼痛的问题 也是有相对应的处理方法 我们最近好心肝买了那个低能量振波 其实也治疗了几位病人 然后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 就会观察到说 大家都有进步的情形 那有一些朋友他就会很高兴回去试试看 就是说有进步就回去跟太太试试看 然后他就会回报说 他真的这次可以六七年没做现在可以 那我们也会觉得很高兴 但是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治疗这个朋友可能他的硬度明显在治疗过程中 我们检查起来他硬度已经提高了 看起来弹性也变好了 但是问他说就是回家的状况怎么样呢 他就会说还没有信心去做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若我们对一个事情特别在意 就会特别的不能接受他有一些缺陷 但其实我们在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过程当中 他并不是一步就可以变好 比如说我本来是完全不能做 假设我本来是四十分 那我现在治疗了六七十分 我开始进行性行为 他也不太会一下子就跳到一百分 一个生理上完全健康的阴京 他也没有办法说每一次他的那个 性行为的成果都是一百分 他就需要一些事物跟学习 所以其实我很想要跟我的 患者朋友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 性行为这个事情我们可能 或者可以把它想象是打高尔夫球 当然正常来说我们打一场高尔夫球 我们就是打十八栋 但是有时候天气不好 就是下雨了 或是今天比较累啊 刚好手酸呢 我们也可以打三栋就休息 还是有乐趣 就是我们可以先从一些亲密的接触开始 那假如说治疗过后 我们硬度稍微恢复了 我们可以试着先放进去 那也许一开始不一定可以做到说射精 可能中途就会有软掉啊 或是其他的问题 但是也没有关系 就是慢慢的尝试 因为其实性行为它某程度 就像是一种运动 而且它是一个两人运动 所以它需要多次的练习 跟一些磨合和尝试 这是最近觉得比较想要分享的事情 ! 注意! t modes 咱们 los有 appointments should be 2 3 5 6 7 9